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我3D設計Cineo 現在在桌面上,左手面就是頂級的MMX 10核心CPU,32核心GPU,64GB Unified Memory 的版本 右手面有一部PC,裡面有一個RTX 3080 獨立顯示卡 今天我們會比拼這兩部機 GPU Rendering 的能力 我先會用Blender Cycle 去測試 然後再會用SIM4D Redshift 去做測試 現在我就在Blender Cycle 中用GPU模式去做圖 MMX 搖搖領先,2分33秒 RTX 3080 就是2分58秒 這條影片我沒有錄到聲音,但可以跟大家說 MMX 在整個過程中是沒有開過風扇的 然後我們就Render Blender 2.93 的封面圖片 就是這張很多FIRE欄的一張圖 這個場景都頂重,裡面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要Rendering是相當吃力的,現在看看表現了 咦,MMX 又畫面了 右手面的3080就完全沒有生命跡象 這裡唯有當它Fail 我推斷就是右手面的PC 裡面是Intel的晶片 而且還有獨立的顯示卡 在這個做法裏面 就需要將東西由CPU轉到GPU 才可以開始做Rendering 而這個 scene 這麼重的時候 就很容易在這個位置卡死了 而在MMX 上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CPU和GPU是共用記憶體 就不需要將東西傳來傳去 就會少一點這個卡機的情況 我MMX 的影片如果大家有留心看 其實我都有說過這件事 現在看到那個分別了 我們繼續看Blender 現在我就想測試一下 這個Viewport上的實時Rendering 看看它是否唱順的 看到左手面的MMX 是搶先快一點點 再入到場景的 同一個場景來的 不過可能右手面的螢幕 就沒有Apple螢幕這麼漂亮 所以顏色就有點不同 繼續都是用Cycle GPU Rendering 都是ray trace的 去Rend一張圖 先說明這些位置是加快了 就不可能大家等一兩分鐘 對不對 又是MMX 贏了 快過右手面一點點 快十多秒 大家可能覺得奇怪 明明3080那些格好似是快點計算 為什麼最後會是MMX 贏呢 其實計算格後就會做Prost Process 就是可能一些Denoise 或者是顏色 那這裡可能3080就會比較慢 Blender都試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我們就去Cycle 4D 用Redshift去做GPU Rendering 一樣了現在就進去實時Rendering的模式 先看看 MMX 又快一點點 載入速度 有件很神奇的事 就是這個實時的Rendering裡面 那個Mouse的Cursor是會有順暢和不順暢的 原來現在右手面的Mouse又動 我想大家看過去 那你看到Cursor不是跟著Mouse的 卡機卡得很離譜的 但是反而左手面 MMX是完全順暢的 以我的經驗 如果用Redshift的時候 處理一些比較複雜的場景 Cursor是會卡的 而M1在這個位置可以這麼順暢 相信是跟它新的Architect有些關係的 現在試試在Redshift裡面旋轉的場景 周圍看看吧 我自己看就看不到分別 好像差不多 這個場景可能會大一點分別 這裡我們試一下scroll Timeline 用起來我覺得M1 Max的反應是快一點 快到我們可以實時Playback這個Ray Tracer M1 2 2 3 2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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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4 5 6 7 8 7 9 7 7 7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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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